上世纪港台的娱乐圈可谓是光彩夺目,涌现了许多备受瞩目的艺人,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经典剧集和歌曲。 然而近年来,这些港星逐渐老去,甚至有些已经永远地告别了我们,他们曾为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而他们的离去,让人倍感不舍。 近日,再度传来噩耗,又有两位港星离世了。 1.黎颖,2月25日,据港媒报道,香港著名老戏谷,潜力的电视一姐黎颖,在加拿大去世,享年70岁。 黎颖曾与黎明、萱萱、古天乐等合作《老师早上好》,还在《千情未了》中饰演过钟翰良。 郑秀文的母亲,据称黎颖日前于温哥华寓所内跌倒,但她没有就医,她和朋友说只是扭伤,没事,但我们说要去看她。 她又说不好,叫她出来,她又不肯,有朋友就将煮好的饭菜放在她的门口给她。 今日,当地有人到黎颖家探访,黎颖躺在床上说自己身体不是想呕吐,医护人员到达半小时后宣布抢救无效。 黎颖去世的消息一出,引起了外界的震惊,毕竟,就在去年,她还付出参演了电影《十二日》,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 据了解,黎颖离世的消息已经得到了幕后工作人员的证实。 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黎颖的前男友,香港知名男星刘松仁。 刘松仁在得知黎颖去世的消息后非常震惊,她告诉记者,虽然一直与黎颖保持联系,但并不知道她生病了。 她表示将向知情人士了解详情,之后匆匆挂断了电话。 尽管黎颖已经多年没有出现在荧幕上,但她并未成为娱乐圈的失踪人口。 她经常从加拿大回到香港,参加一些老朋友的聚会。 每次在聚会上,黎颖总是穿着华丽,气质优雅,给人精神焕发,自信满满的印象。 据悉,黎颖曾与韩玛丽,刘松仁以及麦当雄等同期艺人齐名,凭借着出众的外貌和精湛的演技,她脱颖而出。 成为了丽的电视艺姐之一,黎颖参演过《星星月亮太阳》、《半生源》、《人在江湖》以及《大白沙》等多部经典剧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她绝对是娱乐圈的巨星。 当年,黎颖与刘松仁是同妻艺人,两人志趣相投,因此成为了情侣,两人公开恋情后,一度被外界视为金童玉女。 然而,这段恋情最终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在恋爱七年后,两人正式宣布分手。 多年后,黎颖曾公开谈及与刘松仁的恋情,透露刘松仁是她谈恋爱时间最长的男朋友。 然而,由于两人当时都年轻且工作繁忙,对感情缺乏足够的重视,矛盾逐渐增多,最终只能选择分手。 庆幸的是,两人分手后仍保持着友谊。 1984年,李颖突然宣布与富商沈海贱结婚。 当时李颖和沈海贱仅仅恋爱了几个月,属于闪婚,与沈海贱结婚后,李颖便放弃了演艺事业,移民到了加拿大生活。 婚后,李颖和沈海贱生了两个女儿,但这段婚姻并不美满,两个女儿还只有几岁的时候,两人便宣告离婚。 后来,李颖一直独立照顾两个女儿,为了给女儿更好的生活,李颖曾短暂回游香港,重新进入娱乐圈。 然而,她的作品并不多,人气也不及当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李颖的女儿沈颖婷,曾在2004年参加过香港小姐选美比赛。 由李颖的好友黄淑仪推荐,尽管未能获得好成绩,但她成功签约TVB正式出道。 沈颖婷因身材丰满而受到关注,她在剧集《雪景初更》中饰演的雪景蓝勇师,是她最具代表性的角色之一。 李颖的离世确实非常突然,毕竟在去年,她还曾在香港公开露面,出席与好友的聚会。 得知李颖离世的消息后,郑秀文发文追议,李颖姐单起,亲恩情未了的故事主轴,眼活含辛茹苦的伟大母亲角色。 而蜜,郑秀文自称,就饰演一个痛恨母亲的女儿,直至自己怀孕也当上了母亲,才后之后觉得明白自己母亲的伟大和难处。 还有,兄弟姊妹之间的爱恨,郑秀文还表示,至今一直难忘大结局一场跟李颖的母女法庭戏。 最后,愿李颖一路走好,愿天堂不再有痛苦,也希望她的家人能节哀顺便。 2.Terry,据港媒最新报道,香港混血名模。 知名富豪赵世增的前任女友Terry Holiday特利霍拉迪,不幸离世,年仅55岁。 Terry Holiday的离世消息最初是由其家人透露的,家属在网络上为她设立了专门的纪念专页,宣布了她的离世消息。 据悉,Terry Holiday的葬礼将以私人形式举行,不会公开举办,家属还计划以植树的方式悼念她。 祝愿她一路走好,在天堂里没有痛苦,虽然Terry Holiday与赵世增并未注册结婚,但他们育有一名儿子赵世增,Roman。 因此,尽管已分手多年,但两人一直保持联系。 这次Terry Holiday突然离世,让外界感到意外和震惊,因为她只有55岁,确实还很年轻。 Terry,凭借其出众的容貌和身材,在时尚圈和娱乐圈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她曾多次登上知名杂志封面,成为众多品牌的代言人。 去年,Terry Holiday还在社交媒体上露面,外界并没有发现她有任何异常。 目前,她的离世原因尚未公开,但外界猜测她可能患有重病。 说起香港知名富豪赵世增,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 她被外界封为头号玩家,谈过的女朋友超过百位,遍布世界各地。 然而,她这辈子却从未结过婚,尽管和几位前女友育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 她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结婚是因为害怕分财产。 Terry Holiday是赵世增的前任女友之一,也是相对出名的一位。 养人于1991年的一次聚会中相识,由于Terry Holiday长相美丽,身材火辣,赵世增很快就开始追求她。 在她的穷追猛打下,养人很快坠入了爱河,甚至在1992年,赵世增还花重金和Terry Holiday举行了一场海陆空订婚仪式。 但可惜的是,尽管举办了订婚仪式,养人并未注册结婚,使得Terry Holiday只差一步便嫁入豪门。 尽管没有注册结婚,Terry Holiday还是和赵世增生了一个儿子。 之后,两人一直保持着同居关系,只不过两人的恋情还是没能经过时间的考验。 在1995年的时候,Terry Holiday就爆出了已经和赵世增分手的消息。 时至今日,外界都在感慨,Terry Holiday可能是赵世增最为喜欢和重视的前任女友之一。 和赵世增离婚后,Terry Holiday后来也在婚。 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不过她的丈夫,在2018年的时候,因为患癌症离世了。 当时丈夫的离世,对于Terry Holiday打击特别大。 因为夫妻俩感情一直特别要好,说起赵世增的两子一女,也是非常有趣。 三个子女都不是一个母亲所生,所以三子女的关系并不亲近。 女儿赵世之时当年曾公开出柜,表示自己喜欢同性。 这件事把赵世增弃得不轻,甚至还花五亿的重金,公开为女儿征婚。 非常奇葩,大儿子赵世昊长大之后,自立门户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前几年,她高调和美女主播廖康如结婚,现在夫妻俩育有两个孩子,赵世增也两次做了爷爷。 至于小儿子,也就是Terry Holiday的儿子赵世正就特别低调了。 外界关于她的新闻并不多,但她继承了母亲Terry Holiday混血基因,五官精致,长相颇为帅气。 Terry Holiday的离世着实令人震惊,毕竟她年仅55岁,算是相当年轻。 消息一传出,网友们纷纷表达哀悼和不舍之情,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留言,对她的怀念和敬意异于言表。 一位网友感慨,Terry是一个极具才华和魅力的女性。 她的离去让人深感惋惜,另一位网友感慨道,她的一生经历了诸多挫折和艰辛,但她始终以乐观坚强的姿态面对,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与此同时,网友们也开始关注她的离世原因,尽管目前尚未公布具体死因,但有人猜测可能与她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状况有关。 作为一名名模,Terry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需要长时间维持完美的身材和容貌,这或许对她的身心健康产生了影响。 此外,她还要同时兼顾抚养孩子的责任,这些生活压力可能使她的身体难以承受。 然而,这些只是网友们的猜测,我们应该尊重Terry的家人和朋友的隐私,等待相关方公布具体死因。 同时,我们也应该从中汲取教训,关注自身的身心健康,珍惜生命。 最后,愿Terry Holiday一路走好,永远快乐平安。 请从中汲取教训,大舲之后,永远快乐平安。